原标题里小鹿现身机场网九 拍下他摔倒的一幕 接下来的动作是引人侧目 很多女明星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会穿很高的鞋 当他们去一个相对宏伟的地方时 所以走路时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 如果我们不小心 可能会摔倒 如果你摔倒了 你也可能因为拍摄的照片 而长时间变黑 但李小鹿也有一个 比这更尴尬的场景 他穿着运动鞋 出人意料的平顺 也许是因为地面太滑了 所以这次他没注意到 就滑了尽管他没有摔倒 但这一令人尴尬的情况 也被那些早年围住 他的人拍到了 这真的让他觉得 很尴尬 为了掩饰他的尴尬 他不得不把手放 让脸上笑逝时尚 说到他可以认为 是女性明星的一个相当高的起点 当他开始拍摄时 他因为出色的表演 而获得了电影皇后奖那时 他还很年轻 后来 他也坚持拍摄 在演艺圈慢慢长大 虽然后来他没有养好 那部电影之后的出色角色 但也有许多角色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也遇到了贾那亮 他非常爱他 虽然当时很多人不喜欢他们的爱 但他们最终结婚了得到了许多吃甜瓜的人的祝福 我不得不说 他婚后被宠坏了 现在被贾那亮宠坏了 由于丈夫不愿意让他每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他也慢慢的回到了自己的家庭 很少再出现 而且婚后不久 就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为贾那亮甜心 也正是因为这个女儿他们的丈夫和妻子再次着火 引起了许多像梦娃一样的人的注意 这是因为这对名人夫妇 带他们的女儿去了许多爸爸和妈妈类型的真人秀 在这些节目的开始 因为甜蜜有点暗 很多人也觉得 他们更喜欢其他好看明星的孩子 但他有颠倒天地的能力 因为他说话很好笑 经常说一些人感觉不到的话 也让人看到时想笑这让我们的小可爱很快转过来 因为他的滑稽才能吸引了很多人吃甜瓜